93、聯合部策外資肯定大立光提高目標價 2015年7月18日產業 策略阿爾鵬衛名台北報導 古王大立光3008前天在發說會中釋出對下半年史放看好的訊息 外資勸箱昨天紛紛給予正面回應 十五家出具最新報告的勸箱中 有七家給予4000元以上的目標價 最高價時勾系外資撼出的4120元 大立光近期葬跌互見 發說會後 昨天股價開評高盤後走低 收盤試下跌95元 收3425元 昨天出具報告的勸箱 意見仍有分歧 不少勸箱給予提高評等 目標價的意見 認為下半年高階手機景氣看好 蘋果手機雙鏡頭的趨勢將帶動出貨 大立光芒不圓 但也有雅系外資表示第二季表現沒有驚喜 只是在意料中 勾系勸箱也表示都做預期中 美系勸箱則有不意外的看法 不過 在大立光提出說明後 國家外資而淚消除 對於下半年智慧手機在商鏡頭 出貨量 以及手機鏡頭或數升級等因素都表示樂觀態度 歐美系勸箱樂觀預期今年 明顯到後年 高階手機鏡頭 可望從平均的千萬或數上看到一千六百萬或數 大立光營市市場贏家 對今年開始三年內的獲利 各圈商也相當看好 歐美系外資對今年 明顯和後年的每股稅後仍如預估 分別為今年174至178元 2016年為207至216元 2017年為210至250元 都較先前的預估提高